8月30号晚上将近11点时 母象楠楠产下了小象壮壮 小象刚出生时体重约173斤 身高90厘米 谁知刚刚降临时间 小象壮壮就差点被他妈妈踩死 我当时一放一块 可能是母象直接的伤 可能是光抬 光提这个小象 饲养员冒着生命危险 把小象壮壮从他妈妈脚下夺出来时 壮壮已是遍体鳞伤 其带处还被踢出10厘米长的伤口 为了保证小象的安全 保护区不得不将他们母子分开 并将小象的伤口缝合 独自躺在小屋里的小象 留下伤心疼痛的泪水 从8月31号凌晨2点多 一直哭到早上7点钟 后来在饲养员悉心安抚照料后 小象才慢慢地忘掉了伤疼快乐起来 并和饲养员交上朋友 逐渐康复的小象壮壮 不仅听话还很能吃 可是像妈妈产后一直不吃不喝 而且只要听到小象的叫声 就会发疯地跳出护栏寻找壮壮 8月30号晚上将近11点时 母象男男产下了小象壮壮 小象刚出生时体重约173斤 身高90厘米 谁知刚刚降临时间 小象壮壮就差点被他妈妈踩死 我当时一放一块 可能是母象直接的伤 可能是光抬 光提这个小象 饲养员冒着生命危险 把小象壮壮从他妈妈脚下夺出来时 壮壮已是遍体鳞伤 其带处还被踢出10厘米长的伤口 为了保证小象的安全